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时间不早了 叔老父要休息了 张神医 张 我会不会有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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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妇科之病 不能随便地开放下药 更不愿意草菅人命 看来是没什么希望喽 在下 随张爷也学医多年 也深知他的脾气和本性 他既已对我宣称不再为人治病 想要说服他的确是一件难事 不过我相信 张爷一定是推辞 他不可能不懂妇科之病 家父在江南行医 特别就是妇科之病 而且就是得张爷的闭门争穿 才成为江南名义的 此次张爷既然回绝了此事 我看他既已出口便不再更改 可我回去怎么交代 蓝贵人要知道是这个结果 他肯定是痛不欲生 算了 听天由命 公子 告辞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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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何事 毒人 有仪式相求 明天有 听说 汉请公公 拿这个照片 我去童谣 因此 稳 要不这么着 条不带 传个话行吗 既然公公能受兰儿之托 在下相信一定是至亲至尽之人 的确如此 但说无妨 但愿人长久 下边那句您甭说 我清楚 对 uruk uru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好汉 有何指教 没什么指教 有人出现要你的脑袋 在下倒是有仇家 但是都在宫中园内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我在这园子外头有什么仇家 二位能不能报上尊姓大名 告诉咱家是谁出钱 要我的性命啊 少说废话 老 上 走 须不行 vorne回头 stuk 鴿虾 三個 捣 u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什么人花钱要你买咱家的哪儿来 不知道 听说是九爷当办的 听说是公主的一位公公 哦 叫什么名字 真的不知道 道上有闺女 纸扒货 不会明 梅儿 怎么了梅儿 梅儿 公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整天以泪洗面肝肠寸断的样子 梅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我看再这么下去 她又会变得跟以前似的疯疯傻傻的 额娘 咱们得想想办法啊 走 我给你去看看 别哭了 娘跟你说点事儿 娘跟你说点事儿 不让你出去 你还挺生气的 我当然记得了 那天我本来想跟她好好聊聊的 她非把我撵出去 额娘 你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你姐姐说 她进了宫就成了皇上的奴才 少说三五年 你还记得半年前 多则七八年 她是怕耽误了志同的终身的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你姐的意思啊 就是让我劝劝你 让你代替她嫁给志同 我娘 您又说这事儿 梦子她可是我姐夫 那都是老皇帝嘛 谁知道老天有眼 你姐被封为贵人 她和志同的那段情谊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随她去 记住了啊 以后再也不能提这个事儿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 你姐和志同 是轻为竹马的一对儿 知道了 现在看起来 你姐出宫是不可能了 咱们只能每天 祈祷菩萨保佑 让你姐早日为皇上 生下个一男半女的 我叫他 梅儿 如果你愿意 额娘就做主 把你许配公子 怎么 你不喜欢志同 喜欢 可 这算怎么个喜欢法啊 那要不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额娘 公子一家对我们有恩 这我早就知道 其实我打心眼里 就一直感激他 敬佩他 由今姐姐成了皇上的人 再也不可能出宫 跟公子重续前缘 您刚才说的话 如果真是额娘跟姐姐的意思 那梅儿遵命 梅儿愿带姐姐嫁给公子 真的 可是 我这儿答应了 公子那边 您也知道 要让他很快接受我 这也不太可能啊 不过额娘 梅儿相信苍天不负有心人 只要有心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我相信公子 他迟早会把 对姐姐的深情后意 给梅儿的 这样的话 就算姐姐不能跟公子 并接连礼 梅儿代价 也算是成就了 好事一双了 是啊 奴才叩见潘主席 闹才有急事离开 万岁爷刚刚睡下 快说 是不是找张神医了 正是 真的 真是天大的喜讯哪 我昨晚上还在祷告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消息了 张神医怎么说呀 你快说 真的 真是天大的喜讯哪 我昨晚上还在祷告 张神医说 这病没治 你再说一遍 灰蓝主子话 张神医亲口顿奴才讲的 说万岁爷这病 并非是前朝乾隆爷的病 病情比乾隆爷严重不说 而且染病多年耽误了 所以这病没治 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你找错人了 他根本就不是张神医 或者 有人借着张神医之名 在骗你呢 你懒口的话 奴才问过柳公子 奴才还在张神医家 亲眼看到了那块 由乾隆爷玉笔提写的 神医二字的匾额 不会有错啊 奴才刚刚拿出了那个 写有万岁爷病情的小册子 他一眼就认出 这是宫中之物 而且马上断定 得病的一定是万岁爷 此人的确是四十年前 明造京城的神医长 记得要是千万人 乱免 不可 也不可 难道 也不可 我 careful 按道理 你 不可 不可 我 可以 你 没有人再能医此病 如果有 除了七世道明 就是骗人钱财 难道 是天 要灭武皇 是天 要灭我兰儿 病兰主子 现在夜已深了 奴才与兰主子见面 尤为宫中尽力 奴才不便久留 告退 兵兰主子 临分手的时候 六公子让我给您传句话 他是不是 跟梅儿已经成婚 那是什么话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诺不三告退 诺不三告退 等一下 诺不三在 你陪 你陪我到园子里走走吧 这 灰兰主的话 这恐怕尤为宫中尽力 夜深之后 园子里的宾妃不能随便走动 都这种时候了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尽力不尽力的 眼看着 大势已去呀 我在这园子里住这么长时间了 还真没好好地转转 现在就快走了 趁着春暖花开的 我也去好好地看看 这园中之园 临走了 算是给自己留点念心吧 那要不要奴才去叫几个 不用了 有你陪着我就成了 这天还真有点倒春寒 我去交件衣裳 你等着我 正 这儿 有没有 可能 不是 这儿 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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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会儿多亏了瑞英姑姑 我还真挺想她的 这大水法一旦没了水 好像也就没了辉煌劲 看上去怎么也孤零零的呀 这园里园外的就像是两个世界了 不然竹子 您留守您这道上不好走 没事 我看得清 再不好走不是也得走吗 就跟着人活在世上似的 你要是看得清脚底下的路 就能走得顺顺当当的 要是看不清啊 也只能是功亏于愧 好事难成 安公监 奴才在 这墙怎么像是修补过呀 我想起来了 刚进园子那会儿 我就遇见了 林美和月城走影的事 是不是这园子里面走影 就是从这儿走啊 灰兰主的话 这都是前朝的事 这园子太大 规矩也不如公里那么多 那么严 一些名分低下的那些女主子 与外边的男人私通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开始就是在这墙上开个洞 后来呢 花样也越来越多 有的是从水面下面的暗沟游进园子 有的呢就买通了园子里的太监 藏在那个运梅运菜的大车里进来干的 有的 索性干脆就化妆成太监 混进园子 干那些见过的人的勾搭 所以园子里管这种事 就叫走影 安公公 奴才在 其实在外面遇见什么事了吧 这个 是吗 回蓝主子话 奴才今天在回园子的路上 遭人暗算 险些丧的性命 是什么人干的 跑不了是刘府 只是奴才没有想到 他刚刚官府原职 就这么急着报复 毕竟奴才也是万岁爷身边的人 他们这么做 显然是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 俗话说得好 打狗还得看主人 现在主人不值钱了 那狗的命 就更什么都不值 因此蓝主子 那奴才以为 在此危难时刻 要么与死亡活 要么坐以待病 这话正合我意 不可要么 在这儿 看主人 他们之间 太多了 往前 肯定了 你怎么得了 你看主人 怎么样 回来 主子 有句话 奴才在今天回来的路上 就已经想好了 只是怕 怕说出来 说 主子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走眼 走眼 走眼 蓝主子 只有这种办法 才能让您怀上孩子 才能救得了您和万岁爷 奴才 奴才明知是死罪 可是为了您和万岁爷 为了大清的江山 奴才 奴才只能斗胆说出这个主意 蓝主子 下决心吧 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蓝主子 蓝主子 您就答应 奴才求您答应吧 求您了 起来 这 接着说 回蓝主子话 奴才已经想好了 再过几天 就是太佛爷为先皇 做法事的日子 刘父他们 一定会回宫里去 掌握 只要他们不在园子 奴才就能安排此事 往下说 奴才在您家中见过六公子 如果奴才没猜错的话 六公子 定是蓝主子入园之前的未婚家序 这么长时间呢 公子 公子对蓝主子仍然是一往情深 奴才也看得出来 蓝主子现在身为贵人 可是 对公子 仍旧是情思未断 奴才已经想好了 安排 夫人和二小姐进园子会亲 会亲是假 实则 是将六公子带入园中 一旦事成之后 我们必将反败为胜 叔 一旦您有了身孕 奴才以为 最好还是将公子立即除掉 否则 一旦事情败露 不光六公子会人头落地 就连蓝贵人您 也会被满门抄着 因此 到时候 还请主子 忍痛劫爱 将此事 永远地拦在肚子里 你都已经想好了 不仅想好了该怎么办 连最后的结果 都想了这么周到 既然如此 就照你说的办办 不过有一条你要记住 无论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 都不能伤害柳公子 如果说 是拿柳公子的性命 来换取我日后的 发达的话 我宁可被打入冷宫 这个 你听明白了 怒才明白 请兰柱子放心 吓死我了 刚才是你说话的吧 是 你说什么 没做了安德心 还让他回了园子了 的确如此 这事奴才给办砸了 奴才 听大总管处置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 要做就得做得漂亮 做得干净 这倒好 没碰上人家毫毛 让一大活人 又跑回园子里去了 你们派去杀他那个人 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这安德心是不是 已经知道园子里头 有人花钱要摆他的命 大总管您放心 江湖上啊 有一规矩 人只办货 不问买主 再说了 咱们派去杀安德心那俩人 根本就不知道 是受谁之托 所以这点您尽管放心 我放什么心呢我 这回要是让那个安德心 报 报 大总管 说 安德心 此时正在和蓝贵人 在园中散步 这么晚了 他们俩在园子里散步 这是违背宫中禁令的呀 你看清楚了吗 千真万确 大总管 本来啊 我也不信 后来啊 我亲自过去看了一眼 的的确确 是蓝贵人和安德心 在园子中散步 这么说他们就是狗急跳墙了 安德心这回遭暗算 凭他那机灵劲 他能够撂出来是我干的 可是他撂出来也没用了 期限就剩三个月了 这时候我要说 他是热锅上的蚂蚁 你一点都不为过 大总管 要么马上再去安排一批人 把安德心杀了给您出出气 起来吧 你们听好了啊 现在什么动静都不能有 咱就等三个月之后 到那时候大局已定 甭我说话 太副爷就能把他们给拉出去 刺他们一死 赏他们一白领子 到那时候咱们干什么 你们知道吗 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得给他安排后事啊 听好了 你们俩寸步步离给我盯着安德心兰贵人 有情况马上报告 上 喳 去吧 老七呀 臣在 我和皇上立的那个实线就快到期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 太副爷 您不用担心 我自有安排 只是不要太心急 如今刘府官复原职回了园 这皇上的举动 说明他心里有鬼 这是必然的 虽然现在 离兰贵人和太副爷 立约期限十日不多 但只要稳住正 最多不除一个月 立太子之事就必然摆在皇上面前 到那个时候 他哑口无言 立太子顺理成章 只是 只是慧亲王对吧 我听说他对这事有点犹豫 如今就连大学士沐张阿这种外城 都表示同意立大阿哥皇太子 可偏偏慧亲王 前马郎后怕 滴滴无辜 他心里有鬼 我早就知道 他一直想让他孙子 当大阿哥皇太子 只是碍于我的面子 他不敢说罢了 如今这么推三推四 很显然就是为了这件事 有空 你给他带句话 是 告诉他 甭管立谁家的孙子当太子 也轮不到他们家的孙子 太妇业的话 微诚一定转告于他 找个机会 让他从那宗人府宗令的位上退下来得 太妇业 用不着着急 等立了皇太子 什么事都好办 对 立了皇太子 那皇上就靠边站了 以后朝经理的大事小事 就是你和皇太子说了算 未成不敢 启禀太夫爷 圆明园大总管刘福求见 让他进来 奴才刘福给太佛爷顺王爷请安 起来吧 谢太佛爷 你来得正好 刘福 奴才在 皇上一回园子几天了 南贵人有什么动静 回顺王爷 前几天园子里人说 南贵人跟安德心半夜里头 在园中漫步 可是就那么一回 后头就没什么了 皇上天天叫完枣 上枣巢 批乐奏折相安无事 也挺平静的 这水里的样子 表面上平静 看水底下跑得欢马 顺王爷说得对 前两天安德心老是出园子 往外走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别提那个安德心 你只要一提那安德心 我就一脑门子气 这小子看样子 非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你呀 给我盯住他们 回太佛一会儿 奴才一直差人盯着 可是活活都让他给甩了 过两天宫中做法事 你就不用来了 在园子里盯住他们 回太佛爷 奴才以为 先皇法事那天 奴才不但要来 而且还应该早到 你什么意思 回太佛一会儿 奴才一来呢 他们就觉着没人盯他们了 他们就会觉得有机可乘 咱们正好放长线叫大鱼 您瞧那天安德心和蓝桂仁 在园中漫步 其实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不然的话 园子有园子的规矩 他们干嘛去冒内险 这就说明他们在密谋什么 急了 说得对 看来这件事 你刘福是长聪明的 师父 没夸奖 好 这件事交给你办了 你身兼慈林宫首领 先皇法事那天 自然要提前到宫里帮着张纳 别忘了 通知你的手下 园子里头给我盯紧了 不能出现任何可疑现象 一旦有什么大事 立刻禀报 这 果然不出你所料 刘福已经向皇上禀报 请假回宫 替太佛爷做法事张纳去了 那就趁他离园子这两天 奴才安排您与家人会面 就定在大后天 也就是太佛爷做法事的当天 嗯 可以 曼主子 奴才想过了 目前还缺一个绝对可靠的宫女做帮手 奴才也明白 这件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可是如果没这么个人 恐怕有些事 还是会出纰漏 所以 奴才一个人又分身无数 一旦衔接不上出了纰漏 走影不成 反而弄得人头落地 所以奴才想 此事一定要计划周密 小心谨慎 那依你看 谁合适呢 奴才尚未想好 您身边的云尔倒是很贴心 只不过遇事不够沉轴老练 而且 年纪尚轻 因此 奴才以为 此事还得另招人选 你怎么说 只要一个人合适了 谁 这人你认识 您是说 瑞莹 她在方胡盛进当差 恐怕不太方便吧 再说 毕竟她是那儿的管事姑姑 一旦把她抽出来 刘福他们肯定会怀疑 更会以为 咱们这儿有什么大阴谋 因此 奴才是 你的心思呀 我明白 你是怕此事 把瑞莹姑姑牵扯进去 将来会害了她 奴才 你不用多说了 到了这个时候 合适的人选 也只有她了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 你是想保护她 其实我对瑞莹姑姑的感情 不比你浅啊 当初我在怡飞宫 能被救回来 还不多亏了她 我也想保护她 你说得对 如果把瑞莹姑姑叫到我身边 刘福的人一定会怀疑 所以我想过 干脆就不叫她过来 让她留在方胡盛进 那个地方 除了烧香磕头的人 从来不引人注目 这样 不仅可以保护她 暗地里还可以帮助我们 等将来大事成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感谢你们的 你看这样行吗 既然主子已经想好了 那就按您说的吧 那你去告诉瑞莹 等我额娘和梅儿一进园子 就让她过来帮忙 就说 就说以 给我额娘讲佛事为由 你看行吗 怒在全一 主子 嗯 还有 安排公子靳元的事情 一定要万分小心 刘福虽然走了 他底级人可都盯着呢 怒才明白 外差坊的张延山是个粗人 好队 只是那个黄武 他对刘福 死心塌地 这个人虽然没什么质母 但是善于观察 怒才以为 只有此人不太好队 不过请主子放心 不会出事 一旦出事的话 奴才一人承担 肝脑涂地 万死不死 我当然信得过你了 再好好想想 还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 公子 管家 管家 来 来了 来了 二小姐 管家 公子在哪儿啊 二小姐 公子一大早就出去了 他上哪儿去了 张神医那儿 张神医那儿 正是 公子走的时候说去去就回 不会耽搁很长时间的 哦 我家 张爷爷在吗 在在在 我找公子 二小姐 二小姐 怎么了 二小姐 老爷正跟公子一世呢 没事 我进去看看 哎 老爷 坏家二小姐没味儿 说要找公子 你 你告诉他啊 等一会儿 我这儿里有事 是 举头 你跟爷爷说 你 真的想好了 张爷爷 虽然我主意已定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张爷爷 一定能治好兰儿的病的 也只有让兰儿怀上子嗣 才能够保住他现在的民分 我虽然与兰儿今生无缘 但是深情难忘 我也想明白了 喜欢一个人 就要让他心情舒畅 万事如意 喜欢一个人 就要让他长保微笑 长保幸福 爷爷 为了兰儿的幸福 我就求您 出上为他诊病吧 我求求您了 爷爷 志同 在孙辈这些孩子当中 爷爷最喜欢你 你知道为什么 你学得快 演得精 是信林 行音当中的一块好材料 爷爷实在是不愿意 看见你像过去那样 整天 忧心积虑 时代奉点 一无前程 今天 看见你如此想得开 而且处处为兰儿的幸福着想 实在是难能可贵 可是时童啊 爷爷实在是帮不了你呀 为什么 童爷爷 你一定能治好兰儿的病的 你可是当年明造京城的神医啊 你不知治好了多少瓶临死亡 行将救护的病人 你不可能治不好兰儿的病的 你不可能治不好兰儿的病的 我知道 你一定是当年收山不再为人诊病 所以不想破此规矩 采用刚才那些话来推辞孙儿的 爷爷 就算我求您一次 你就破一次力 出山为兰儿诊病吧 为了摆脱开这些耳朵 只有彭岛摇台 是最佳的会亲地点 我就问你一句 你想不想见兰儿贵人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兰儿 悲惨的下场的话 你就一定要帮我呀 为何要我换这衣服 别问那么多了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管你